自从1946年电脑认识以来 我们多数人的生活就从此起了变化 使用文书系统做文件 传递讯息 吸收新知 玩线上游戏 我们对于电脑的依赖似乎是越来越重 电脑成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伙伴 不过这些电脑报废后都跑去哪里了呢 科技的快速发展 让我们犹如处在狂风暴雨中 资讯产品的类别及太换度度 简直让人眼花缭乱 最典型的指标应该就是电脑了 连聚业者都不能得推陈出新 促销新的电脑软体和硬体 以民国95年为例 台湾所生产的电数量 包含笔记型电脑在内 已经有240万部 这么庞大的数字 如果没有妥善处理的话 对我们的信心来说 可以想象会造成这么大的负荷 一个是它可能对环境造成伤害 我们在电脑里面 譬如说我们有坏的重金属 没有就是说它有一些塑胶 是含有乳素的一方面 它的阻觉阻然的一些添加剂 另外就是云冠粉之类的 那这些了没有回收 会对环境造成伤害 既然不能够随便丢寄 必须要有一套完整的回收体系 回收中调调的就是产品的生命周期 生命周期听起来好像有点陌生 其实说的就是产品的寿命 就像人有生老病死 产品要怎么样去延长它旅程 以及赋予它新的生命 是回收的主要目标 电脑的外壳很可能是 不锈钢的里面的主机板 各个印刷电路板 这些东西还有工散 所以可以拆开来非常的多 所以一个电脑如果 你去看看拆解出来的话 拆解出来 然后进到不同的物质流里面 去做回收 其实类别是非常的多 在资讯回收处理一页 名声十分享用的家庭科技 每天处理的飞电脑就有1700台左右 从各地送来的飞电脑 分门别类的堆放在一旁 准备展开重生之旅 当电脑送来之后 首先就是要做内部的拆解 拆出来的材料则是统一送破碎机去破碎 经过垂膜震动筛选 进分选之后 分成金属跟非金属的两碗废料 金属粉经过提炼 可以出有价值的金属 其中最引人注意的就是黄金 为什么会有黄金在里面呢 这是因为金属的传导能力 在许多艾斯板的接点上 都是使用金属 不过平均大概要1万台的电脑 才能提炼出1斤金的黄金 再讲出来的时候 分成金属跟金属来说 都对分解到后来 就是有看到一些金属 就是在这个地方 因为假如我们一出来就是 这个红的 这个红的红素再使用在线 那里面还有黄金 非金属的废料粉可以作为原料物 再去衍生出各式各样的可能性 这尊在桌上的皮修 就是用废料粉做出来的 不过有的时候 非电脑的旅行 并没有这么快的到中点 当越来越多的电脑 因为符合需求而被淘汰时 为了让这些电脑还能有所贡献 华宝署早在民国86年 就有二手电脑的计划 希望这些被宣告死亡的电脑 可以透过整理 重新复活在需要的弱势家庭 十年来预计到民国96年8月底 送出10750部的电脑 如果它外观有比较多鱼跟铁石的话 我们会用搭配电线把它划出 所以这样比较容易清洁 那电可以清洗多少物 电脑可以画大概是一个人物 50度左右 怎么测的 讯号线接上 然后把电脑打开 然后看它能不能开 然后打开之后 它的画面有没有变形 就是看它还不能再做调整 如果能调整到像这样子 还可以正常使用的话 就可以继续用了 那现在就检查记忆体 是不是有一二八 那因为没有 它只有四每个 所以我们还要在鼓励之间 就是试试 而且这记忆体啊 我们在插的时候 一定要把它卡死 卡 不然的话那个 它就不会侦测到它 这整个计划 其实最困难 也是最关键的地方 就是在插手的部分 那回收的部分 你能够掌握得好的话 基本上后面的组装 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 那以每组装一台 组装成功一台 必须有四台 或到五台的回收量 所以我们今年目标 3800台 预计要回收量 换完台就是这样 车子到达莫利县的偏远乡间 朋友们好奇地看着陌生的访客 几个所带来的电脑 剩下好多 至少如果说好好的用的话 至少用个三五年都没有问题 根據環保署機管會所提供的資料 台灣每年產出的200多萬部電腦 以過95年來說 回收率大概有54% 也就是回收了100多萬部的電腦 加上二手電腦回收計劃 大約有2萬多台 那麼其他的廢電腦去了哪裡呢 除了具有規模的資源回收廠 可以處理完整的回收作業 小型的資源回收廠如果沒有好管制 很可能就會引發四次污染的疑慮 資源回收規模很奇怪 怎麼樣講的 資源回收如果這一類的金屬 貴重金屬 如果回收的時候 有法的方式就是需要去熔煉的話 你想想做一個熔煉爐 通常熔煉爐很大 很貴 所以基本上做熔煉的工廠的話 它必須要 比如說要做工廠登記 它要做污染防治設備 它比較容易被管制 那早期我們有很多那個話就是說 我們聽說用酸洗 它就用酸 鹽酸 硫酸 它把它融出來以後 剩下那個瘴性的話把它倒掉 如果不足以管制的時候 很容易有很小的這些產生 然後非常容易就造成更適合 資源時代的來臨 讓回收的電子項目越來越複雜 歐盟已經強制立法 要求生產者要負起回收責任 而我們身為高科技的出廠王 健全的末端處理是非常重要的課題 不過這也不是只要生產者的責任而已 你我也都是要負起責任的 以民眾對於消費性的電子產品 使用的壽命 這也來講的話是很短的 比其他的國家可能還要短 比如說像我們家的電腦的話 用了兩三年 小孩子就覺得說要換了 那國外的話我曾經碰到過 國外的一個教授給我講說 他的電腦很老啊 那十來年的話不需要換 他說我只要做兩件事情 第一個就是把我的Water Processor能夠用 那第二個我能夠上網 其他的功能的話他不是很在乎 現在買電子產品就跟上菜市場買菜一樣 輕鬆自在 大多數人在買錢只考慮到價格跟功能 現在希望你在進行消費的時候 停一下 想一下 問一下 自己是不是只是為了追逐時尚呢 他便會進行的 直接去跑車 買電子貼車 他還不只賺電子貼車 都賺電子貼車 還不太好 我都賺電子貼車 還不太好 我都賺電子貼車 我都賺電子貼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